镜头前的这对夫妻来自新疆喀什 夫妻俩在上海经营着三家新疆餐厅 在敏航区食品路上的店门口 每天前来消费的客人络绎不绝 妻子卡米巴尔鼓励 还时不时和顾客互动 在店门口跳起欢快的新疆舞蹈 丈夫吴首尔买海提告诉记者 她来上海已经28年了 当初来上海也只是在餐厅打工 随着条件日益成熟后 便自己摆起了摊位 买新疆囊和烤羊肉串 2012年扩大规模开启了新疆餐厅 回忆刚开始开餐厅的日子 吴首尔买海提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美航区江山街头还有很多部门 帮帮我们的 经营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 以前是我们来马鲁城买摊位的 现在我们开三个店 九个员工都是我们老家的 开始来的 在上海开餐厅沟通交流必不可少 但乌首尔买海提的汉语水平一直没有太大的进步 好在当地相关部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使得夫妻俩在这里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赚到钱后的乌首尔买海提特别懂得感恩 当地进老院幼儿园都曾得到她的资助 挂在餐厅墙壁上的衣服服景旗 都是受资助机构或个人对无首尔买海提夫妻表达的感激之情 此外夫妻两队远在新疆喀什老家的孩子也格外关注 每年都会购买一两千只书包 开车送回老家 分给当地的孩子们 乌首尔买海提的妻子卡米·巴尔古利介绍说 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 他们夫妻希望孩子们能在上海好好学习知识 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两个孩子都在这里读书 一个小学 三年级 一个幼儿园 打扮 上海的生活特别好 我们也喜欢国家 喜欢上海 还喜欢老家 新疆